愛勇姐姐竟然在十一樓 爬出屋外抹窗 完全沒有做任何安全措施 有時還刺激腳抹抹抹 險象還身, 看見都牙煙 媽媽的公屋令六兄弟姊妹 感情瞬間破裂 大女、三女合謀將公屋據為己有 其餘四兄弟姊妹勢要重奪業權 立即開始動漲細亡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新冠個案有上升的趨勢 醫務衛生局局長表示 在過去一個星期 在各項監測數據顯示 有上升三至五成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鬆懈 無論疫情如何 大家都要時刻保持衛生 就像片中的這位妹妹一樣 出去吃壽司, 變成玩壽司 而她的媽媽一於當看不到 在這裡說電話 完全不理會妹妹 是否有機會散播病菌 其實之前在日本 都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想不到吃壽司會變成高危 而以下這件事 即是正宗的高和危 前兩天, 接連發生了高空墮樓的意外 四隻都是在進行清潔工作時 懷疑失足, 墮樓身亡 意外一單都嚴多 所以在進行高空工作時 千萬千萬要小心 一定不要像她那樣 今天我們收到住在 可疑半島的周小姐提供片段 真是嚇一跳 有片段看到 外傭姐姐用左手抓住槍 右手就用快步抹槍, 全無巨色 留意一下她的雙腳 還是穿著拖鞋 抹槍的時候還踩高雙腳 真是看到也害怕 抹完上面, 就站在花槽位置抹下面 於是姐不斷抹, 抹到中間位置 簡直沒有用手扶著槍 姐姐, 你不怕, 我看得也腳軟了 在窗外抹了一分鐘左右 整個槍都乾淨了 姐姐就準備擒進屋 為了不要弄髒室內 她在花槽椅乾淨了拖鞋 才施施然入屋 整個過程幾乎長達兩分鐘 糟糕, 沒試過 很危險, 申請自殺 不怕, 告護主, 告護主就出事了 哇, 這個… 這個… 這個要擴張一點 這個很厲害 不怕死的那隻 但這些主人應該要… 她不可以… 這個應該是工人來的, 是嗎 是, 是工人姐姐來的 琦菲公主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 真是…這個僱主… 也有些問題 一定有問題 如果發生問題, 最無可適 我們向提供片段的周小姐了解過 她說這件事不是單一事件 原來是有發生 我看她差不多每個星期 星期六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有一時看出去就看到她 你說幾時開始 我又真是沒說怎麼留意 幾時開始 不過久不久我就見到她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我放假 譬如星期六放假 就見到她爹爹的樣子 其實她有沒有說 每次出去抹窗會大概抹多久 其實很久的 其實我拍給你那段片 其實是一陣子的 就是她其實抹很久 她之前已經爬… 由一邊爬了進去 她爬了出去 然後不知如何由另一邊爬進去 然後我才去拿一個… 我見她還爬出來 我才拿手臂去拍 其實香港也曾經發生過 不少抹窗瘤慘劇 所以政府在2017年修訂 向外傭標準僱容合約 加入有關清潔外窗條款 除非在地上或走廊 否則必須安裝固定或上塑窗花 外傭除了手臂之外 身體其餘部分不可以伸出窗外 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雇主有可能和保險公司共同負責 向外傭作出賠償 Rossanne,你餓了嗎? 我請你吃壽司20元 可以做很多碟 這麼便宜? 我開玩笑,怎會請你吃這樣的食物呢? 試完有網民在社交平台出帖 說自己在本地街市 用了20元買了20條黃魚仔 當它刺身地做 看看,有冬公的 吃完還說味道不錯 不過不少深水清的網友就說 街市魚生吃 用不容易吃寄生蟲落肚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試 有道理,自己做壽司 真的有些危險性 不過也不及以下這類的東西 就是烏鴉肉 有日本傳媒介紹怎樣吃烏鴉肉 還說烏鴉鴉給夠香口 胸肉夠爽口 不過當地政府就提醒大家 烏鴉屬於野生動物 身上可能有很多細菌的 生食很危險 所以大家都是沒事 喝喝吃吃彈求開心 不要弄自己一吐氣才行 為什麼杜杜的價錢也不一樣 到底誰才是真 Maya,我很混亂 我們收到陳小姐的報料 說她日前去九龍城的 一間快餐店買東西吃 誰知道付錢越給越多 麥當勞投賣了一道普通餐 叫麥末雞 當時透過麥當勞的應用程式 其實有一張QPort 就是用消費券付錢的時候 不會減十元的優惠 但是去到付錢的時候 就發現她所收的款式 就是49個半的套餐 對比她當時的餐牌 或者用Aki去購買 金額都是不一樣的 唐食電子收據顯示收多了三元 到底是個別事件 還是全港市民吃這個餐都比貴了 那沒得追回嗎? 當時也有跟她的職員 甚至是當勢經理去反映 當勢經理的回覆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識的 IT部是會處理 不過她還未處理得遲 而我們這幾天都收了很多顧客的投訴 現場是46.5元 現在49.5元來計算的話 她也不會退回那個策略給我們 她說如果需要反映、投訴 或者去告公司也可以 多付錢還不能退回 有沒有搞錯? 之後我們去到那間餐店 無論是點餐機 還是餐牌上的價錢 都已經恢復正常 但是她的APP中的QPON 仍然都是標著47.5元 不過按進去付錢 又算是46.5元 用QPON之後就收回正確價錢 快餐店事後以電郵方式通知市主 說是因為4月25日期間 系統發生故障 導致顧客在使用電子優惠勸的時候 就出現了差額 事後已經即時將系統更正 快餐店已經作出了道歉 同時亦會幫一些受影響的顧客 做退款手續 那就好,有時候去餐廳 都是想休息一下 跟朋友聊聊天 這次馬Sir就找來嘉燕姐 和麗耀祥長長哥一起說說香港情 是的,我知道 今集的主題是說交通 馬Sir、嘉燕姐和屍帝長哥 三個聊得手無觸到 好,原因是大家雖然相識當年 可惜也是圓鄉一面 這次終於有機會合作 馬Sir還透露他等了嘉燕姐半世紀 嘉燕姐,我已經是五十多年前 非常仰慕的人 我今天可以跟他一起做節目 多開心 所以今天非常興奮 一起來那一分鐘已經興奮得不得了 是 長哥跟我有一樣東西大家未必知道 他們兩個都是龍仔 沒有了 不過他小了一個框 所以他真的比我小 是… 所以今天我以前訪問過他 是,我們十多年前結過了 十多年前訪問過 以前相聚 對,十一年前是嗎? 十一年前左右 所以今天又非常興奮 可以再見到他 原來你等我,我又等你 嘉燕姐也等了這個機會很久 其實馬先生,我很多場合見過他 但我想一下,為什麼他不訪問我 可能我沒什麼說,是不是? 一年頭我馬上接受到他的腰臟 是,過了立春的 其實我在很多場合見過嘉燕姐 是,我們很多朋友都認識的 很多朋友都認識的 例如方方姐那些都是大家的朋友 但每次不知道為什麼 剛巧這麼巧,就沒辦法把他賣身 因為你看,他一出場 是,那些男人很難賣身 連風四射 很多手… 很多粉絲,但不能賣身 不能排隊 不能排隊 不能排隊,終於這次 不行,一定要…情傷,嘉燕姐 上這個節目,我才有機會可以賣身 借公事為名,假公製私 今晚播出這集 《馬時鏗,香港情》 他們還會分享 世日和交通有關的趣事 我考他 我說你有沒有坐過單層巴士拉閘那一隻 猜不到 你們不會坐過 你們沒機會,我真的坐過 他原來真的坐過 不過,嘉燕姐,他沒坐過娃娃娃娃娃娃娃 是嗎? 是 那我也坐過 對,我也坐過 我們…是屬於更高層次的 層次… 媽媽一間公屋 令六兄弟姐妹感情瞬間破裂 大女、三女合謀將公屋具為己有 其餘四兄弟姐妹 勢於重奪業權 待會兒東張西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回到东章西望 又到车镜看猛片的时候 看到片段当中 有人推着坐着人的轮椅 在家事居道附近的马路边慢慢走 看见很牙烟 有网民推测 他们是由伊丽莎白医院走过来 也有目击者说 看到他们是由女童军总会那边推过来 有网友发挥想象力 估计是老公推着个患病的老婆 患友传说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很牙烟就真的 这些东西有人放在网上 《风筝西门》有很多人都看 收到, 你出声, 我们当然要工作 而以下这个个案, 我们也全力跟进 有人说老人家应该要尽早 分配好自己的财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增产似乎 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我没有想到 只要得特质, 我就让他知道 对吗? 我没有想到这样 对我不利 欺负我的房子 又欺负我的签名 我想不到 那个松油, 我臭到他三十多岁 我想在老公的房子 不给他 这房子, 我的儿女个个有份 是一样的租屋 我不让他这样做 今年83岁的陈婆婆 2002年透过租者志祺屋计划 购买了翠平北川一个五百多尺的单位 据现时的股价, 未保地价 约值三百二十万 陈婆婆一共有六个子女 包括大女、二子、三女、四子、五女 和六女 在买入公屋单位的时候 六兄弟、姊妹协议一起供楼 而陈婆婆就是唯一的物业持有人 后来各人陆逐迁出 陈婆婆就和三女与及外孙仔一起住 我三家姐没有居住 我有地方居住 之前基本上我和妈妈一起住 我就退出 就让我三家姐 她们一家大小就进去居住 这房子是让我妈妈扮演归老也好 都预认了我们做房子 基本上没什么所谓 去年陈婆婆见自己年纪大 需要人照顾, 于是决定入住老人院舍 我不知道学不到生日 有没有人在家里又饿了 又不能习, 又不能吃 在那里哭, 那个小子又上班了 我想想, 进来老人应该比有人照顾 不用经常照顾那小子 陈婆婆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决定会令她不见了房子 而整件事的渡火线 就在去年8月14日的一次家庭会议 三女表示曾房子, 她要分最大份 那天就在我家开会 接着我说分六份 如果妈妈有什么事, 留下钱 就放在那里, 给妈妈洗完 洗剩那些分六份 她说她付出得多 我说付出得多, 我就开心见诚 你付出得多, 分七份, 你要两份 我说你带不够的 如果真的卖了一层楼, 我那份可以给你卖楼 她就不开心, 不打招呼, 接着就走了 然后后期她就去做假印 因为她在这里住 因为她的儿子是我妈妈 从小到大, 挖儿子费都被告 大家有什么事坐在一起谈 是她们不谈的 我现在就想整个盒子 据说, 之后大女和三女 开始部署夺楼计划 把楼转到大女和三女的儿子的名下 第一步就是先骗婆婆 在三份不明来力的文件上签名 而且企图在五女手中 拿到婆婆的印象 儿子去探望妈妈 给了三张纸, 妈妈去签 妈妈就忘了问她是什么 就签了三个名字给她 然后在16号晚上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就告诉我 就说她拿了三张纸给我签 还有就是说她没有戴眼镜、没有戴性 但是儿子就特意预备了一个眼镜给她 她很模糊地就签了三个名字给她 后期她走去做了一个新的人 吸了去房署那里申请她的转名 我真的完全接受不了 很坦白说, 和门片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你等于去骗人而已 第二步是在去年11月14号 那天原本应该跟婆婆去覆诊 不过大女和三女带了一层婆婆去房署 签署业权转名文件 至于第三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今年3月13日 他们三个带了婆婆上律师楼 签署转让业权的文件 之前还带婆婆去看医生 证明她的精神状态良好 3月13日的当日早上 就是妈妈跟我们说的 就是说院舍姑娘跟她说 叫她拿件衣服 带她去花圆散布 妈妈就说下去 就看到小姑妈和表哥在院舍门口 她就说当时其实她也是拒绝不出去的 她还说是表哥抱她上的士 她说还要抬着门 她又说当时有个姑娘 就是她认为是姑娘的人 就说叫她画过一些东西 她就说那么奇怪 画什么呢 你在酒楼画什么呢 画点心还是画什么呢 她就说不是 她说画了一个符号 因为我17日就上去看她 她还示范给我看符号是怎样画的 其实就是一个交叉 事后发现 其实原来她是带了我妈妈上律师楼 签了转名的文件 那个大女儿和那个嬷子 那个大女儿还骗我的房子 房子是我做父子的 她现在取消我的名字 还有她那个大女儿和那个嬷子 他们做父子的 然后我去了 不能进入,不能让我进入 她说我跟屋子了 我跟屋子不给她 我六个儿子,每个都要找 到了四月初 他们致电房屋柱 才发现婆婆曾楼 叶权已经转给大女儿和三女儿的儿子 而单位的大门也贴上了一张通告 上面写上了两位新业主的姓名 还说明 如果未经同意开锁入屋 会报警处理 婆婆表示要报警 不过大女儿的回复只是说 好,我在家拜神 你要报警我也阻止不了 你不要骗我妈妈妈妈妈妈八十多岁 我都付出,我都说我不要给你 对吗?她也不开心就走了 你觉得一场兄弟姐妹发展成这样 是什么原因? 是她贪心的 她以前是这样的吗?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觉得什么导致这样? 可能她认为她和我妈妈住得久 她住得久之类之类 她的儿子又想结婚 又不想去买房子 她今天做出的一件事 其实我真的想理想理想理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这样对我 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件事,陈婆婆已经报警处理 不过每次说起她都会很激气 血压也不其然地飙升 其实血压本来已经很高了 那天我上去 母娘和她量血压 基本上每次都量到她的血压很高 血压是170多至180多 其实现在真的不是屋不屋的问题 其实我们担心妈妈的健康问题 比家屋多的问题 因为妈妈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她经常都很担心 她自己都跟我说,她睡不着 究竟大女和三女所作所为 在法律上是否属于诈骗行为 如何用一个基础来推论 是否一个诈骗 就看看她在过程中 说有多少个谈话 第一件事,她的大女或者有其他人 如何骗了老人院 放下陈婆婆出来呢 这个也是重要的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向律师楼签名 转名的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动作 所以一般来说要很小心 但是她们专业拿了一个藉口 就说我带婆婆出去喝茶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谈话 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何哄陈婆婆 下街去那个律师楼签名 因为你可以告诉婆婆 这次是转名的 如果你说真相 婆婆未必肯上律师楼 她可能拿了一个谈话 就说我举例,我只是签一些文件 那些文件是买保险的,诸如此 总之就不把真相告诉婆婆 婆婆不觉得好像很严重的一回事 我觉得婆婆应该提供多些证据给警方 因为警方现在已经立案了 下了份口供,那就很好 因为下了份口供之后 你就提供多些证据 因为警方日后可否告有关的人士 又或者可否推翻 他早前签了那份文件的有效性 全部取决于有没有诈骗的成分 如果真的证明有诈骗的成分 警方日后检控了某一个人 如果认罪之后 这份文件很明显就变得了无价值 陈婆婆公屋单位业权被骗 大女和三女有如人间蒸发 对婆婆的情况不闻不问 究竟他们还可以隐身多久? 你来人在这儿搅拳,放给他 你再搅拳,连你两个车要拉台上卡管 一起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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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单吧? 对啊 那些东西是你的狗族 留意东章西忙,母女为楼反目 我们之前报道过 有人为了找回陪伴了二十年的娃娃 后酬二千元 最近有同类的事情 有人在网上呼吁帮她找回一只娃娃 臭怒就是八千元 这位妈妈在搭巴士的时候 留下了一只陪着自己成长的粉红猪娃娃 她立即搭的士到处找 还用手找附近垃圾桶 也试过联络巴士公司 可惜也是找不回 钱花了就可以找回 回忆没了就找不回 所以我觉得八千元是值的 好了,今天整天差不多 下次和大家冬胀细忙,再见 妈妈说,庄宫屋六个子女都有份 大女三女说,她们才是业主 为什么你要做母子? 你这些东西是不是坐的? 妈妈更加比两个女友禁在老人院 想出外难过登天? 四子大如何努力营救妈妈 继续留意东张细忙 妈妈腾楼,不孝女巨为己有 不孝女巨为己